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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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凌晨一点的协商 手不停按摩肩颈 旁边机师也受不了 手伸出来揉揉眼睛 不止牢房累了 华航总经理谢氏签 手拿起来平平抓头 有人开始揉眼睛 手伸出来打了超级大哈欠 也瞇了一下快睡着 这位甚至累到拿双手搓搓脸 揉了好几下眼睛都快张不开 连陈琴陈琴赤都失言 我们虽然憨 tide有明顶朋友在 其实媒体 booked只是来看热闹的 我们还这样瞧我们的诉求 中途失言引发现场民体不满 陈琴陈琴日度鞠躬道歉 我多口人说了 多口人说错话 这就是疲劳 ok 我做了一个 我做了一个错误 我有敢承担 我在身边跟大家说对不起 把错推给红眼协商 从夜到日马拉松式的交锋 实在太累 双方总共出现八次休息 十分钟好了 待会休息一下 凌晨2点29分 双方第一次休息讨论 三点到五点多次休息 或闭门讨论 七点多吃早餐 十点到十一点又休息了两次 双方即便乡民看热闹 也跟着打分数 只说辩论后才知道 工会战斗力超弱 直接给了资方经理100分 资方派遣女经理个90分 但工会理事长好像没讲什么 工会理工男挂丫蛋只有0分 老子大斗法你来我往 双方百态也是焦点 后来 这个今天啊 这个工会说 这个凌晨一点开会有点乌龙 原本只是开玩笑的 那因为交通部就公布了嘛 开玩笑的他就公布了 所以呢 只好将错就错 可是没有啊 发声明啊 工会你自己的声明在这里啊 那我先请教一下王委员 他这样是要怎么跟人家说 昨天发声明的时候 我在三立的下午的现场节目 我们我昨天在那个节目一开始跟他讲说 你们就直播吧 原来谈判不一定要直播 可你谈了两次 出来各说各话 一边是说我一再退让 一边是说你一变再变 那到底谁做真话谁做假话 既然谈不下去 受影响的人不是只有坐飞机的人 我们全民纳税人都有35%的股份在里面 花旁这两天股票怎么样子 那个伤的是全民的股本 好 所以就干脆直播嘛 你们就这么爱玩家 事后都赖给对方 我们就看谁是不负责任的小孩子 所以第一个他说 那我们就用一点 一点来让你体会一下 这个红眼斑鸡的痛苦 这个动作本身就很幼稚啊 我坦白讲 这个熬夜大家经验都有 可是这是一个谈判 谈判是关于劳工的权益 要求直播是要你们透明化 不是用直播跟谈判来呈现 不睡觉会有多累 这个谈判本身牵涉到 几十万的旅客的问题 不是拿开玩笑的 那我今天看到他这样讲 陪陪那个机长这样讲 我就觉得很讶异 昨天下午他们是紧急 机事工会在那边发个声明稿 说因为先前是王国才说 这个很重要事情 我们随时两点半是不是再回来谈 或者五点来谈 随时欢迎你来谈 所以交通部是说 我们应该要继续谈 那工会就发个声明说 没有这样凌晨一点 那根据这个声明 那就问一下华航 华航说没有问题 我们想尽快解决问题 才有这个红眼的谈判 然后现在红眼谈判 那怎么不敢承认呢 主党的人不敢承认就说 这个双方有一些误解 听不懂对方的话的意思 我觉得这样的谈判的态度不好 劳工有权去争权 劳工用罢工也无可厚非 虽然大众运输不见得 美国国家都可以罢工 美国曾经有两次 机师罢工 被法院判 那个工会被判 派一判四千多万美金 然后雷根当总统 是直接把一万多个飞行员 开除掉 说这个航空大众运输不可以罢工 我们也许不一定要造美国 你也可以罢工 但要符合比例原则 什么叫比例原则 师出有没有名 今天有几个核心的问题 华航提供的排班的颁表 是远低于标准 还是高于标准 华航所付的薪资报酬 是远低于标准 还是高于平均数 人民也公共有啊 那个基本规判我们都有符合 甚至于我昨天看另外一个机师 他就说 他飞安科拉茨飞哪里 有时候就会派四个 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表示华航在没有这个谈判之前 某一些飞航的状况 会多派一个机师 那在这样状况下 要争取更好的条件也可以 因为毕竟那个是基础条件 你要更好可以 但既然没有达到苛刻的状况 在六个小时前突袭 宣布要罢工 伤害的是数以千计万计 要回到台湾过年的人 这有没有符合比例原则 第二个 民众我现在在一起走 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 五分五分哦 对 觉得机师安全很重要 不能让他太疲劳了 五分 就是说 人家要回来 你把八天罵他们的五成 大概在去 昨天跟前天 反过来了 多数变成是认为 机师这边不太有道理 所以才有人好心劝机师工会 要见好丢收 你已经要求到了八个小时派三个 汤汤 你也可以 你也要求 人家也答应你七个小时以上 逐条条 像他们提出十条 人家也答应五条了 现在要多丢 又拿一个出来说 不准这两国的 只能用本国机师 工作权保障本国 我没有意见 同样的条件 优先给本国 我也没有意见 但你要一个 属于国际跨国的 像航空业 要求百分之百只能聘请本国机师 第一个不符合国际现状 第二个 人家消息者说 好赞这次 五外国机师 我们知道都买回来 如果全部都本国到一百天 都都听了 好 这个新的进度 我跟大家报告 工会的诉求有五项 有五项 那今天已经完成了 这个改善疲劳驾驶这一项 这个第二个项目正在谈判 但是今天没有谈 那今天第一项谈成的是什么 就是美国内陆的安克拉治 到纽约的来回航线 改三个人派遣 第二条是帛琉改三个人派遣 第三条是关岛两个人派遣 在关岛住房 第四条是重庆 红颜获姬改四个人派遣 第五条是西安改三个人派遣 这个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这是今天完成的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哇 第二个部分 工会的要求 工会的要求有六项 一 逐年降低外籍政机师比例 外籍机师总数比例三年内要降到5% 那这六项 华航说除了第三项 第三项就是每年底预作次年度的人力规划 这一项同意以外 其他都没有办法同意 来那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 什么人说的比较有道理 我觉得现在的舆论 刚刚讲到苹果的民调 已经有六成 大家认为说是机师工会的错 那也慢慢有79位的机师 回到了工作的岗位 我觉得这会变成是一个骨牌效应 当然从实际上来讲 因为机师你不飞你就没有收入 那加上这些机师也看到了整个社会的舆论 是对于机师是比较不利的 就跟上次前年大家对空服员的抗争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有几点 就是说从这个 其实有很多东西 这个抗争 谁都可以上街头说实在的 那但是现在就是说你到底能不能够让民众支持 这很重要 那我觉得首先就是说第一个 没有他们说我五样都要到我才会停止罢 那这个到后来就是鱼死网破了 我觉得那个到时候就是双输了 但是其实现在变成说从华航来讲 筹码在华航这边了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春节已经结束了 那现在进入的是一个旅游淡季 所以现在来讲就是慢慢对华航来讲 他能够他的那个机位的操作 或者是飞机的这个取消会慢慢减少 那再来就是说你这个机师 你越来越拿不到钱 你看到前景越来越忙碍 那加上就是说整个民意的不支持的话 我觉得那个可能会很快溃散掉 所以对华航来讲 他现在就可以以意代劳了 比如说谈判也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如果一开始是站在你这边 你能够掌握好的这个氛围 或掌握好你的这个诉求 或许你就可以比较容易获得胜利 可是谈判的过程当中也是瞬息万变 那当你说错个话 例如说他今天这个机师说 工会机师工会说 你们这些记者你们是来看热闹的 拜托哪有记者愿意无聊来看热闹 陈东豪看到凌晨事件 对啊 就是你 你讲这句话 那些媒体记者讲说 我一个月领多少钱 你们机师一个月 不一样 记者是白天工作 晚上临时多了这一团是继续刷刷了 对啊 机师是这一班排完之后 他中间有空一个时间休息 再排下一次飞行 而且下一次飞行也不是红颜班 所以昨天我看到网路脸书上 好多记者听到那句话炸掉了 对啊 本来已经很累了 对啊 还被你烤谁 还被你吃豆腐 还被你开玩笑 对 那我觉得还有 很多东西直播也要冒风险 你不要以为说好像直播都一定是有利于这个某个团体 就一直播之后 大家一看到很多人开始评分啊 认为劳团好像并不如大家所期待的啊 对啊 所以很多东西是两面认的 现在就是说你上街头也是一样 你的诉求如果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 其实反而是负面的 对 你看到那个年改 反年改后来也是一样 就越来越不支持 大家民众不支持 后来反而就变成说越来越尖锐 但是后来被人要走险棋爬墙 你开直播 这也是一种险棋 那还有就是你昨天晚上搞这个半夜这个谈判 凌晨一点 凌晨一点谈判 一定要谈判八小时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你操作过头 就会造成负面的 还有就是说一开始 本来说华航是过去是八小时以上 是两个机师嘛 那他们现在说要比照长龙 八小时三个机师 后来你又把标准又降低了 七个小时就要三个机师 你一再不断的再改变 那我必须要讲说这些都会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你不断的得寸进尺 那这个就会大家观感也不好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按照目前这样下去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对机师工会是相当不利的 那我们常常讲谈判就是见好就收 还有就是你不可能全部达到 那现在如果整个舆论要导向华航 那我觉得华航这一次其实 我过去的华航觉得他们是蛮官僚的 那这次我觉得反而他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他用了一些标语 就是说那个机师工会一改再改 一变再变 用一个比较 变变变变 大家比较可以接受的 所以反而就是说 而且这次华航你注意 他这次的这些官员都出来上政论节目 过去我们认为华航都是好像躲在后面不太愿意 这是他们愿意出来辩护 那我觉得对何暖轩来讲 我觉得何暖轩在这次的处置上来讲 反而从危机中中看到了他处置这件事情来讲 我觉得相对他是有节奏的 他第一个他不要自己跳出来 他维持在幕后 那由他的这个主管 因为这些地勤这些主管 他们甚至这些主管也 有些也是担任过机师 所以他出来辩护了 为公司辩护 而且我觉得这几次我接触到的几个华航这个主管 这跟我以前所想象的不太一样 不然以前想象是怎样 我就是觉得很多可能就是军人退伍转任的 或者他们这个 或者他们可能讲话就是官枪官吊的 那这次我看到我接触到 像这两天接触到 他们甚至台语讲得很溜 然后这个甚至他们也是讲的 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比喻 而且直接对这个机师自求质疑 他们是敢于攻击的 不是只是防卫的 因为我本来一直以为 可能他们是防守方 他也懂勇于攻击 所以反而我觉得华航正和何暖轩 很多时候叫何暖轩下台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就被沦为政治斗争了 我看到国民党的想法就是 第一个何暖轩要下台 第二个就是民进党的政府 没有参与 其实我们看到何暖轩下不下台 其实更新的事情是 何暖轩下台又怎么样呢 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那就变成是政治斗争 大家也不想看到政治斗争 相对来讲这次 我觉得何暖轩在处理这些问题 因为我觉得他兼顾到的是 其实这个事情 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 说真的也没有什么谈判的空间 因为灰色的地带很有限 就是你今天如果真的答应 他们说真的啦 如果说真的现在说 如果说真的是七个小时 就要派三个机师 其实预期滑航大概很快就亏损 甚至可能有 甚至我看到交通部次长是说 可能会倒闭 但是我答应了 我也可以当个烂好人 何暖轩好好全部答应 反正我派航也不是我开的 我派到这股我就走了 因为是可以这样 华会有多少地勤 他是靠这个工作在生活的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何暖轩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如果这件事情到最后能够结束 我觉得华航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那些赔钱的航线赶快关闭 各位 国民党本来是要叫何暖轩下台 现在还敢吗 我给你讲何暖现在华航有24条 是低于载客率72.5%的 是绝对赔钱的 24条有19条都是中国的航线 中国航线 因为他给我们的是红眼寒班 所以这个东西 那就停了 过去可能因为国民党执政 他碍于 因为据我了解中国那边不希望提 甚至还想给华航一点补贴 因为他觉得这是两岸的一种 所谓的交流 两岸的联系 自己来的期待 现在如果按照成本那就断了 而且19条不含那个江苏延城是郝伯春的故乡 也有职在里面 那我会觉得说 连延城都有职 延城也有 你说几条有19条是 有19条是 几条是有19条是 24条 有19条 那几乎是 对 这有5条是非 不是2 8成是赔钱 8成是赔钱 那我觉得 请何暖轩就展现出你的意志力 这些赔钱不要因为政治因素 华航现在也很可怜 他因为他是国籍航空公司 他也要背一些政治因素 他要有一些任务导向的航线 那很简单 那我觉得就尽量减少政治干预 但我觉得最终 我还是觉得 华航应该要走向 未来走向民营化 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 是 不过何暖轩他 也要负担一些政治责任 他又是35%是我们的 这个政府的资金 对 他也要负担的是什么 他负担是股东 他也是上市公司 对 他两边 他怎么办在两边当中打到妥协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罢工 你下一次过年 你会选哪一条 哪一个航空公司 现在谁改作法 四月份赏音计 你现在去问 不要问客人 你问你怎么行什么 去一问 他现在要听到一间的票 就是说 你给我一个不确定因素 而且 如果把乘客当作是谈判的筹码 就是摸到 乘客是活人 他已经知道你这样搞了 他下礼拜跟下下礼拜 他的机位一定会重新调 我会让你摸到 所以对华航的威胁度降低 所以我觉得机师 难能可贵为争取权益 这难得的公运我觉得不错 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下 建好要收 保护自己这个公运 一个基本应该有 建好还没好 好在哪里 那个八小时三个 七小时有五条线同意派到四个 已经是几乎超音感美了 你觉得他们真的只是要这个吗 如果他要的是全部只能聘请 我们本国级的机师 我觉得这个说法要调整一下 就是同样条件下 本国级机师优先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折中 但你要华航 一个外国机师都不可以请 这样好了 中国敢赞中国的 美国赞美国的 卡拿大赞卡拿大的 纽西兰航空 只请纽西兰的 我们的机师凭那个 就不可能 凭那个检定证 加拿大跟美国缺飞行员的时候 是开放用技术移民就移过去了 所以飞行员是一个国际行业 用一个国际行业 你又把它限缩成 只用本国人 那叫北韩 今天这是苹果日报最新的 这个刚刚投票 4896个人 到这个2月13号 今天的下午4点 然后说华航罢工 谁该负起解决的责任 民调的数字说话是这样 说机事工会占有的责任 是高达六成 59.97 何董 华航董事长何暖宣 责任是32.2% 他只有他的一半 那说小英总统要负责的是3.1 说加努部长林加龙 要负责的是2.3 说苹正太要负责的只有0.5 那我想请教一下袁志兄 这样的民调你觉得呈现什么 我觉得是民调成 结果一定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机事在争取他们的权利 那他影响的就是机事或他周边家庭的人 但是大部分人是旅客 或者是有投资华航的 或者是纳粹人 所以当然这个事情再一直继续下去 大家会希望说赶快有一个和平的解决 那罢工这个事情是这样 因为劳工会比较弱势 相对来说比较弱势 所以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比较赞来劳工这边 可是当这个罢工持续 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 大家就慢慢会去理解 你们到底在争取什么 一开始可能不会去了解 但是后来慢慢了解 一条一条去看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个新政出来 大家会比较 比如说华航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待遇 那长龙是这样的待遇 那华航呢 还有国际是什么待遇 国际是什么样待遇 那还有就是整个华航 他没有办法获利很高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资料也显示 长龙的获利是华航的十倍 所以大家慢慢比较出来之后 就会慢慢会有一个新政出来 所以这件事情再一直持续下去 我也很同意就是两位前辈的看法 这个对集市工会来说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而且他们现在因为可能 也没有长期的训练的机会 所以最近也一直反应上 就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出错 比如说昨天这个事情 选在半夜一点钟 坦白说我个人认为 你在半夜一点钟 你说我在这边的理由是 因为我要让大家体验疲劳 红眼航班的辛苦 我觉得你如果一直坚持这样的讲法 说不定认同的还比较多 因为会觉得你有这个创意 你让我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疲劳是怎样 可是我要表达我的诉求 就是我半夜飞我觉得疲劳 那我觉得支持的声音应该还不会还好 可是错就错在他自己跳出来讲说 哎哟这是一个乌龙开玩笑 人家就觉得那你这搞儿戏吗 我们全部人在关心你这件事情 那么多旅客受到影响 结果你把他当一个玩儿戏玩笑在搞 那当然大家对于 为什么他会把他说后来说是玩笑话 他前面讲了一句记者是来看热闹 你知道多少记者听到那一句摔笔 好你们小朋友呢我来这看热闹的 我整个白天上班你现在临时发个声明稿 不是那是两件事啊 就是记者说记者是你们都来看热闹的 跟他发工会声明说是一点要凌晨要一点 可是后来他又说那是开玩笑的 他为什么要改说他是开玩笑的 没到楼梯啊 没到楼梯啊 我觉得是 然后现在又说 那79个回到工作 为什么回去呢 因为有免费机票 他的小孩要从美国回来 我现在如果 没有 没有 对 员工福利嘛 所以你看嘛 家属 职系家属就有了 职系家属 包含你的父母亲 你是华航的员工 公公员是一样 你的父母亲你的子女 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都可以享受免费机票 蛤真的假的 真的啊 本来就是啊 本来就是啊 做出华航的建署 每一家大概都有这样的 都有 何暗宣 所以他一开始宣布说参加罢工的 先把这个福利拿掉 对啊 社会不会反对 我是华航的建署 对 你建署 说我会免费 但是他只要看 刚好有空位 对对对 所以说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可是我们会不会这样误会 拿到79位啊 我是觉得 他这样讲 那79位搞不好 里面只有一两个 他这样讲 我觉得不厚道 谁这样讲啊 就是 就是有那个 你不能去放这种消息啊 他放过两个消息 他放过一个消息是说什么 现在还能飞 华航用了一些不合格的飞行员 不可能啊 不合格怎么可能进到机舱里 第二个 他就是讲说 有人又把那个登记证 领回去飞 是为了让自己的妻子儿女 享受免费机票 这你怎么这样去伤害自己的会员 刚才好 这两个消贪吗 然后他们很多 翻来覆书 一再退让这个事情 我昨天在电视上跟他们机师代表讲 我说 人家八个小时三个 然后七个小时逐条讨论 应该可以接受 没有 我们如果要改变原来授权 给我们罢工的条件的话 我们还要再开会员大会才能变 所以我就问他说 那你们之前说你们一再退 当是怎么退的 你改变要经过会员同意 可是最近的改变 没有经过会员同意 也没看到改变什么 所以这整个谈判的节奏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 王国财掌握得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全民不耐烦的原因是 我们都以为前天可以落幕 后来又以为昨天可以落幕 现在因为红眼谈判太累 要动到明天才谈判 然后今天又三十几个 像38班飞机又不能飞 民众那个愤怒正在累积中 而伤害的是华航的信誉 跟这些机师都受伤了 OK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因为已经有79位机师 决定不罢工 回到工作岗位了 那华航的机师工会说 一定要拿到五点全部同意 他们才会停止罢工 这样 这个到底谁 有道理谁会同情哪一方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这广告 今天 出国到瑞士森林市却差点回不来 户人忍不住泪流满念 好不容易买到机票了 确实是要做 费桑桑的头等舱 我们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 又顶了票 又要改票 他又给我送油 我们那些全部要怎么办呢 富人情绪难以平复 这一趟因为华航大工 行程全打乱 从苏立市返回台湾 原先订的华航班机 一人约要一万八千元 但富人航班被取消 改航班只剩头等舱机位能选 一个人就得花十二万 这次回台富人光机票 跟原先相比飙涨了六倍 再看看华航赔偿标准 不论是时速或交通支出 最高一人就是赔两百五十美金 也就是七千多台币 富人这趟算下来 恐怕得再贴十一万多 再加上他们一家三个人 只有买到头等舱 要多花了三十几万 一家很高兴的旅行 为什么非得这样回来 我就骗 我就很怕 一家开心出游 碰上罢工事件 旅行变了调 为了赶回台湾 加上人生地不熟 情急之下 买了头等舱返台 快快乐乐出国 却愁美股典回家 无奈累赏机场 请教一下 博文 你感觉他回来到 你还要继续 我觉得这很难过 他显然一定就是说 语言不通 又在外面 在外面 你知道放在外面的旗帐 你语言不通 又不知道要怎么回来 也不知道找谁沟通 然后华航的班次 今天取消明天取消 根本 而且完全不知道说 到底明天要怎么回来 那你只要在外面 在机场 你难道在机场过夜 英文也不行 英文也不行 那也没电话 没电话 那你要担打 你要吃什么 这都是问题 电话有几盒 你就不一定知道要打 你要打国际电话 你也要知道国际电话 那那个相对成本得在旅客身上 所以我跟你说 他都讲说英文不通 英文不通 你要找誰去订 去哪里订 如果不是说 例如说像这个 在泰国曼谷 他可能有这个机场 裡面就有一个臨时的旅館 如果他没有 你必须到外面去 要接驳 要交通 這個都是問題耶 所以你想想看 原本你知道要排一個 嫁全家人出去 那可能到一年前就規劃好 大家都要能夠 哇 這個快樂樂平平安的出去 可是你想想看 他為什麼會那麼難過 第一個 假期泡銷 第二個 大家這個假期不但不快樂 而且處在驚恐之中 我意思是說 不好意思 一定要說泰國 他如果在阿拉斯家呢 不知道 冰天雪地啊 他不知道怎麼辦啊 真的是這樣子啊 那是講英文啊 對啊 那是冷死死的 對啊 而且搞不好他身上 也沒有足夠的現金 或者來應付這些事情 這都問題很大 我猜個話 因為有一個義大利 四口之家 靠我 他們是長也知道靠我 他說 他們家三個人感冒 買不到機票回來 其中有一個 哨到怕得到肺炎了 你知道在國外 你要去找醫生 哪那麼容易啊 對 對 語言就不通啦 好 他說實在是覺得有夠惡勢了 然後還沒有辦法回來 對 所以我是覺得 剛才說這百公不是說不行 我們台灣有合法百公權嘛 你說這個百公 你如果說 你真的剛才灌老闆 你血汗老闆你被剝削 你百公訴求出來 大家覺得說很通勤耶 我跟你講 這樣的一個後座力 達到資方 資方是會很嚴重的 但是你看到這個訴求 真的這次罷工很奇怪 這次的訴求 因為我們原本遇到罷工問題 我們就靜下進來 我們好好聽兩邊的說法 結果這幾天來 很奇怪 你知道去年罷工 去年華王空服務員罷工的時候 這罷完工之後 你知道很多少女 他本來都有一個空姐夢 結果我看到那次罷工之後 很多父母都跟自己的這個子女說 不要去考空服務員 你看空服務員那麼血汗 那麼辛苦 可是這次罷工很奇怪 你知道這次罷工完 這兩天我聽到很多人在講說 早知道叫我兒子 不要去考二行 考機師 年薪五百萬 一年放180天的假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這個 這個中間必須努力的一個過程 也值得那樣的一個回饋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機師的這樣的一個待遇 其實並不如我們想像中 所謂的血汗勞工 而這談判過程中 我們又感覺到很多的訴求 事實上華航也不是不回應 事實上依照華航他們一年前 跟這個機師工會的這樣的一個協調 現在都還在一個協調溝通談判期 那所以你如果要在春節用突襲式 這種這麼大社會成本的這樣的一個罷工 我相信你那個正當性要合乎比例原則 這才聽起來好像不是這樣 否則大家今天不會說 本來應該是同情罷工的弱者 指責之方 可是今天大家倒過來都覺得 你們奇怪這些勞方 你們的訴求一變再變 那反而你看到這幾天 華航的這個高層的代表 一個一個站出來 不管在談判會場 或者直接上媒體的電視節目 講得清清楚楚有條有理 所以大家會很清楚說 原來事情來龍去賣是這麼一回事 強力和略罪有必要 對 那我話必須講回來 我覺得過去華航有一塊招牌叫做 華航以客為尊 我認為這次最嚴重是傷了華航這塊招牌 剛剛電影在講說 現在開始櫻花季的 日本航線很慢 我跟大家講 因為很多的機位是不足 可是以前大家是怎樣 大家第一個支持國航 要嘛就是這個長紅華航等等 當然支持自己的這個本土航空公司 現在不是 現在一定是旅行社說 欸位置都滿了 不然華航你要試試看 現在變成這樣子 真的嗎 你想想看今年櫻花季世界 現在攝影師不夠 攝影師不夠接 旅行社會倒呢 現在有兩種 一個叫Holesale 一個叫Agent Agent規模比較小 現在根據我們的旅遊 我們消費者保護的條件 就是很多帶電的費用 你要先出 你看到華航說 我陪你一百塊 陪你一百美金 最多一百五十美金 我帶電飯店 帶電保險 帶電有的沒有的 小間的Agent 要背差不多幾十萬先填出去 將來拿不回來 那個有的會周轉不靈 所以你為什麼知道同業是這樣子 現在要後來排路由 還是下個月的旅遊 還是要排 要切下下個月的票的時候 你會簽哪一家票 當然就像布文說的 都沒有了 現在出華航的 你再試試看 沒有 這個差別很大 蔡大哥 你知道過去大家例如說 因為華航過去 這個以科爾為尊嘛 對 那當然大家有時候首選就是 華航來電話 現在不是你如果說變成說 真的都沒有了 華航你賠不 這個整個七月形象 跟七月招牌 是整個是垮台 所以昨天有華航的高層說 真的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會全軍覆沒 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 那我認為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我覺得華航這些機師工會 我認為正好就收了 如果說繼續這樣下去 因為我跟大家講 這個旅客的籌碼 其實現在也消失殆盡了 因為過年過了 過年已經過了 現在你在用旅客當籌碼 坦白講 因為大家會閃都閃了 那現在的狀況 你如果繼續拖下去 我認為坦白會 尤其昨天搞那個紅眼協商 對 第一時間提出這個紅眼協商 我想說交通部 交通部跟華航都那麼爽快答應 結果到最後協商到一半 然後杜姑公 我們不要我們要休息的事 竟然是公會代表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會讓整個民意的風向會轉向 同時我覺得 以華航來講 如果說真的這樣繼續下去 我認為我倒有個建議 很具體建議 華航我認為進出民營化算了 競速民營化 對 不要再這樣光鼓30%站在那邊 然後搞成這樣 民營化之後 然後徹底接受這個民間 各個航空業界的這樣的一個競爭 因為我們其實從 顯露出來 這次罷工不是不好 顯露出來的資料 我們才知道說 其實華航 包括他們內部的待遇跟福利 其實相較於其他航空公司來講 不說不知道 不說這麼多人 說這才說 原來福利這麼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好上家 這是他們的權利 但是我還是認為就是說 在他們的權利跟 陳哥的這個權益之間 還是要取得一個平衡 所以我是建議 罷工雖然是合法 可是我覺得建好就收了 是 冬豪啊 讚美 這個人是不簡單 看得凌晨 看到看到合格 我給大家相信 我自己是沒看 因為我穿不住 很痛的 很痛的 那 談判的最 等一下再請教冬豪 談判的最新進展 來我們來看福西 我們必須要了解 今天疲勞航線 那今天我們 以我們的派遣方式來看 以業界來看 那別的航空公司 他一樣也這樣子派遣 然後他就不累 然後我們釋放出這麼 這麼多三億 放棄這個放棄這個放棄這個 到現在我們提出了 對岸的時候 然後我的答案就是 嗯 我們慢慢再難易地談 我要為越來越濃 華航勞資僵局 第三度協商 凌晨紅眼開戰 第一條公會提出 十大疲勞航班 改善派遣人力 終於在凌晨三點 決定第一條 美國內陸安克拉制 到紐約來回航線 改為三人派遣 但其餘九條陷入僵局 我剛剛聽起來 是不是公司目前 只同意第一條的 安克拉制到六 如果是這樣子 二到九都是不同意的 我們希望暫停討論 不希望我們立刻 結束這個放棄 還是您不希望 我希望一個月後再來談嗎 你不要威脅我 是不是給機師講 你不要講 公會和交流不正次 王國財互嗆 三方互相交鋒 除了第一條 安克拉制到紐約 已經同意 凌晨三點半 帛流西安航線 也改為三人派遣 關島來回 兩人派遣 並在關島安排住房 到了清晨六點半 重慶紅眼獲機 資方也點頭改成四人派遣 但機站五小時 才解決第一條 後面包括保障 本土機師工作權 禁止秋後算帳 撤換破壞 勞資關係主管 和比較長榮 十三個月全新等四項訴求 都沒有結果 黃航基是罷工 進入延長加賽 雙方直球對決 比耐力也拼體力 好來 那請教一下東豪 可是昨天在看的時候 其實感受很深 就是說 其實兩邊技術上 因為直播的時候 一定都要表演給大家看 都要爭取民意支持 兩邊各有工房 包括 對執政的民進黨來講 王國才他整個代表執政的民進黨在那邊 其實我覺得他表現不錯 大家也要看他 那我先講 其實我們在看的過程中 刺激最大的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 只要遇到春節 遇到連續假期 大家會自動散滑 這樣齁 傷害很大 因為我的假我不想受到影響 我買了機票 錢都已經付了 對 那個不是跟你有沒有買 什麼旅遊不變險 都沒有關係 對 心態 第二個我覺得 就像你剛才講的 心情就絕不來 我會鼓勵我認識的年輕人 去考正副機師 你想想看在社會上 你有哪個行業 可以保障你工作二十年以後 你二十年 如果你考上機師執照 你工作二十年後 你身到一個正駕駛 我那邊聽工會第二排 有一位教官在那邊講 他說 大概按平均五百萬 平均年薪五百萬 政機師 副機師這樣平均 對 應該是政機師五百萬 因為副機師 副駕駛大概沒辦法那麼多 大概兩三百 然後他休假基本上 一百五十天一百六十天 當然還有一百七一百八的 不好意思 我長妹來就是一百八十三天 對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可能比較極端 你這個社會上 你要去哪裡找 然後他罷工 用非安的理由 做罷工 你看好像你很難反對他 對不對 所以 年輕人你現在外面的工作 那麼難找 你如果外玩還可以 你為什麼不去考機師 我有訪問過 那個華航的高長主管 他說 副機師 政機師是月薪四十五萬 是 政機師好像是二十萬還是三十萬起跳 那個 那他的總總長大概是二十到三十 那好一點還會再多一點 他們大概三十七起跳 那個是 寶愛的的話大概是 裟室 logo 裟室院長的薪水多少嗎 裟室院長 我愈了 院長級一個月三十萬 裟室面好 然後最好還是要回來講陳菲伟 為什麼要出來道歉 因為你在兩邊談判的時候 你會有火氣 做直播的時候 兩邊一定會克制 要表現得比較斯文文雅 你才能爭取一般人之詞 他脫口出來說記者乾熱鬧 我當場第一個感覺 那些新聞同業 我想他的年薪 本來就想說要睡 我現在講第一個反應是說 這一群記者年輕一點的人可能只有50 好一點的人可能還有沒有七八十 因為這都第一線了 這個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現在記者待遇真的很不好 我當場在採訪一群 政績師的平均年薪是500萬 等於是一年50K 對在看500K的人在抗議 這個感覺很不好 然後你又說人家來看這個 對啊 然後你到底你要遵求什麼 我就說你不是不能罷工可以 可是你的策略跟手段一定要很清楚 他如果只是為了疲勞駕駛的問題 其實標的很清楚 其實昨天的十條談完就應該結束了 可是事情沒那麼簡單 為什麼 這是昨天整個在談那個十條 最後變成十條航線的 如果你注意看華昂總經理 他第一句話就 他在問就說 是不是這十條裡面 他先釋放一個三意叫做安克拉之內條 加三個人 變成三個人 我說這四條裡面是不是只要用一條 沒有同意 就不能談 為什麼 因為 主題一直在換 到今天又換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雙方在過去那幾次裡面 極度不信任 不信任到後面在哪裡 關鍵在這裡 後面包括說對外籍機師的聘任 對 其實華昂用外籍 其實全世界各國都是外籍評論 像昌榮來講 他的外籍機師的比例很高 現在華昂外籍機師10% 對 10% 所以他說這份好價值那10% 所以我就維持九層的運量 你告訴我 10%的人可以維持九層的運量 他又有課到又調了 沒有 標示說這五六百的機師 平常的工作負擔 到底暫停 但是這個都可以 管理上都可以透明化 透明化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像直播透明化以後 你就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然後再過來一個 因為他抗議 你當然不能秋後散賞 天氣低雨 你不能說人家 合法罷說你要給他秋後散賞 那來的 就是你如果 就是後面這兩項 其實有一個關鍵是說 你如果沒有參加他職業公會的 華昂的機師 他沒有幫他想出相同的 這個談判結果 好 你站在公司的管理方來講 我的員工裡面 機師就會變成兩種待遇 一個是特殊待遇比較好的 一個是比較差的 那這重點在哪裡 你就會吸引還沒加入 職業公會的機師 去加入職業公會 因為職業公會幫我要東西 不好意思 蔡哥話 很簡單 鄭南榮 以制焚 爭取的言論自由 只有民進黨能享用 這不通嘛 全國的人都會適用嘛 所以你看到後面 像第13個月他用非安獎金取代 這個東西很容易 就是你單純的議題的時候都很好談 對 可是到後面到最後其實是哪裡 就是整個機師公會他用這個東西把還沒有加入的人綁進來 他就跟我談判 然後我再限制你的外界機師就5% 對 這也就是說你要做勞運 要做公運的時候都發展策略 非安是一個一般人能夠接受的前提 對 可是問題來了 你大概平常你在看機師的生活各方面 他有沒有疲勞飛行的問題 有 可是你只是要解決皮疗飛行問題的話 就像昨天晚上 就解決 他很快可以解決 他人力不夠的部分 那你覺得他不是要解決皮疗飛行 他要解決什麼 他是要發展公運 他要把所有的機師全部綁進來 拉到外部公會去 這個時候 他就會變成什麼 華航一定不可能同意 有一個外部公會 用犧牲人家旅客的權力來發展公運 他沒有 他是在講我是講非安 夭壽 他是在講我在講非安 不是啊你現在把他點破了 因為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是 真的是為了爭取祭司的福利 那你是夭壽 我跟你講這樣是很夭壽 應該你是要求是一體適用 你不會分會員跟非會員 好 這也就是你在看這次 桃園集市公會這次 他一直不願意公開談這一塊 他才的就會避開這一塊 所以你在看整個過程 你在回想那個過程裡面 你就會覺得很好笑 50K的人在報導 500K的人的抗爭 然後你要在晚上 從1點一直到清晨 7、8點都不能睡 然後你還會被人家笑 再過來 你出國規劃 我相信一般的人會同情 就是如果今天華航的資方 你一定會同情他 可是你先說 華航到底二職在哪裡 講不清楚 一定可以有個案 一定有個案不恰當的都OK 可是因為他那個總是 他自己也是飛過客戶機 所以第一個就講 安科拉茲他可以解決 他先丟一個善意 那這個時候 你慢慢就失去耐心 然後最麻煩的一件事情 還就是說 因為機師公會其實 華航內部本來過去就有一個矛盾 機師公會跟地勤 跟空服員他們之間 因為機師的待遇真的很好 我還在講一句話 我問他 你如果拿這個薪水你怎麼會罷工 不會 而且 而且 就像機師公會自己提供給新聞界的資料裡面 像國泰航空 正價值是700萬 我為什麼要在華航會那個年輕15百萬 我可以選擇國泰 這幾年因為油價下跌 所以幾個搭航空 搭航空公司都比較好過 可是你回想前幾年油價在漲的時候 那時候華航跟長榮那個虧損很可怕 因為一個航空公司的油價 佔超過四成的成本 所以你不能看他說這幾年賺錢 你就要那個 你覺得這個事情要怎麼刷 明天才十點沒過談判呢 就看 明天才會刷嗎 可能還要再拖一兩天 可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拖不了太久了 不是啦 談那麼久才他完成一項呢 因為當你看到有機師 開始回來要飛的時候 就表示那個氣已經摔下去了 洪英大哥 你剛剛問那個問題 我一方面民眾的期待 二方面從各個跡象判斷起來 明天應該是解決的關鍵時間了 你知道昨天那個直播 我有一個網友 做沒料的 跟陳東學爬沒料的 聽到看 人是那個算盡職責了 第一次看到老資學商的直播 我這個也沒有看了 不是 那個網友直播的時候還做重點 然後一直打字一直打重點 他說雙方同意一些什麼事情呢 他說雙方在談的時候 透露出來的消息是 其實華航的非安條件不輸歐盟 華航的待遇綜合條件贏過長榮 薪水呢不低於國外航空薪資 對 所以那個認真聽到四點的人有聽到 這裡的keywords 然後再來聽聽看這樣子抗爭的理由 事實上如果要集人氣的話 那個人氣會壓到哪邊去就很明顯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是 現在已經有79個 把鎮拿回來要回去開飛機了 可能會不止囉 會更多 會更多 當它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明天才10點不該管 本來是透過這個公運說 沒有搭便車的 沒有參加這個外部公會的人 不能享受長榮待遇 意思就是說我沒有選擇你們公會 外面的工會不是企業工會 你如果參加企業工會的人 你就是紅眼班機 你也是兩個 我有參加這個 我可以三個四個 這是哪一國非安 所以說不夠 所以一方面其實很多機師 要銷 要拿回來上班 二方面很多乘客 自動轉線去做別的東西 你看明天才會刷嗎 我判斷明天才應該是關鍵的 會刷嗎 希望要刷 沒有刷 對這個工會最愛 其實會很大 如果再拖一個禮拜 大家都不用拚了 所有的乘客 大概都自動會轉起來 你要知道 何暖先 他是準備八天 他公告八天說 我們多少航班停飛 意思是我要負責 好好 八天好已經穩定了 我覺得這次工會錯顧幾個情勢 一個他們認為說 台灣當然我們都同情 好像比較同情勞方 比較批判之方 所以他不曉得 即使是高級 再高級的勞工 他一直有點誤判 他說我們都會比較同情勞工 但一開始也是如此 第二個就是他們也誤判 全世界有什麼工作 一年一百八十三天 對啊 他才請教一下 他的收入搞不好 都比何暖先還高 那是機師的收入 不會啦 因為何暖先 何暖先比較高 大多數的人 大概年薪要破兩百萬 不容易啦 很多年薪人破一百萬 都已經很難了 對 但是他有個錯誤 當然就是在過年時間抗爭 這個是誤觸的一個地雷 第三個我覺得 他們有一點誤判了何暖先 其實何暖先 他是大家都說他警察出身 他是警大畢 他以前是張建邦在當議長 張建邦是國民黨 他是那個台北市議會的 所謂的這個總務組的主任 等於是管那些總務的 後來張建邦很欣賞他 張建邦後來當交通部長 把他帶去 所以他在交通部 還當過專門委員 當過參事 後來他還當過高工局的局長 他管過高速公路局 那時候還是國民黨執政 理論會的時候 後來還當過高鐵工程局的局長 高速鐵路 後來還當過交通部長務次長 還兼過兩個工作 叫做鐵路局的台鐵的代理的局長 那時候台鐵鬧得很 鐵路高鐵 鐵路還當過中華郵政的代理董事長 後來還當過鄭文燦當市長 他當桃園捷運董事長 他這個交通 鐵路也當過 郵政也當過 捷運也當過 高鐵也當過 高工序也當過 我看台灣有這麼多 所以很多人說何南軒對交通不懂 我看到這兩天很多國民黨的 說叫看人家下來 沒有專業 其實他對交通這塊 我看台灣每幾個人有這麼多領域 所以我覺得他這次 對這個 很多人說他為什麼對這個機師的罷工 他這麼淡定 因為他 這麼堅持 因為他知道這些機師的要求 很難獲得主流民意的知識 願意的待遇並不差 對 而且華航沒有違法 還有你在春節的時候罷工 比正當性不夠 所以我覺得他有孫在裡面 好 這個明天10點鐘還要再談判 那我們希望能夠趕快落幕 不要再影響旅客的權益 那當然機師的過勞的問題一定要解決 是飛航安全最重要 那等一下回來 我們再來看 因為國民黨現在大內鬥 那麼大內鬥到底會有多少內情 然後會怎麼演變 它的影響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看政治道 那我們這個階段新邀請的來賓 包括朱立倫一直想找的媒體人 尚義夫 他沒有找我 他已經在報紙上公開要找你了 那麼針對王近平院長 說朱立倫來找我六便 叫我選總統 忽然間敢不然他自己去選 好 那這個朱立倫說沒有喔 我對不起 唯一對不起就是洪秀珠而已 我沒有對不起你喔 王院長 那王院長 今天人家又堵麥了 他說沒有喔 我只是還原事實 好 那這個整個情況來 哎呦 馬英九他說 沒有 不要扯到我 整個事我都不知道喔 好 來 我們來看比賽 總統 總統 一身總統讓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臉上笑得開心 致詞也不忘置入幾句總統宣言 剛在臉書上幽默貼出算 還有算到底的圖片 表示一定會參選到底 如果近期傳出有農會系統 要求員工入黨挺王金平 引發反彈聲浪 雖然3月王金平才要宣布 但最近一改常態 頻頻發動攻擊 重提當年換住秘辛 被檢讀是衝著朱立倫而來 朱立倫是有心結這個故事 沒有任何心結 沒有 我只是還原事實 有回應又有新的爭議出來 不移這個多元的一個空間戰 王金平一句新郎不是他 引發國民黨亂流 自爆換住風波他沒有參與 因為當年總統提名分為兩階段 王金平是在黨中央決定要換人 才接觸他是否參選總統 還有人說當年朱立倫換住之後 沒有徵召王金平 是因為考量到馬英九 當時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出主席沒有來 我昨天才知道 你希望不要聽到那個地方 不是 我想這事情已經過了 國民黨的換住風波 重拔又被提起 藍營多顆太陽 角逐2020上演黨內互打 已經挑出濃濃煙銷尾 好 那我們特別邀請到 義夫兄來現場 那這個是義夫兄啊 他接受這個訪問 他說上義夫爆料 有企業家透露 朱立倫曾經放話 王金平七老八死了 又中風又住院又開刀 曾經放話 我可不可以先請教一下 義夫兄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一個比較完整的說明 說明 就是說我想 我們選舉的時候 記不記得韓國瑜在辦 左營男子的支友會 王金平本來要去 但是呢 那一天呢 他暈眩 然後王金平的太太呢 就堅持要王金平去醫院看一下 結果王金平去以後就說 這個操勞過度 醫生就叫他 對 醫生就叫他住進去了 掉點滴 當天掉了一天 隔一天又掉完 隔一天就大概出來了 出來 各位在電視上都可以看到說 還在外面浮旋跑嗎 中風開刀可以兩天就出來嗎 不會吧 不可能 所以就到處跑了 那跑完了以後呢 大概 十一月十二月左右吧 就有一個企業界就 去關切了王金平的身體嘛 就關切了他說 聽說他中風的 沒辦法讓他講了嘛 當然會問誰講的嘛 那當然啦 朱立仁是說他不知道這一回事 我覺得他知不知道 那另當別論啦 那他 我尊重他的說法啦 但是 有沒有這件事 之前 大概 自由時報更早之前 也寫過一篇小兔仔子嘛 對 說什麼中風啊 對不起 那一篇這樣可以這樣 自由時報是寫說 有一個國民黨的小兔仔子 去到中國 故意說王金平他中風了 然後中國那邊派了兩個人過來 看 瞭解狀況 對 對不對 就講這一段 所以小兔仔子 小兔仔子 指誰我不知道 這個我也真的不知道是指誰了 但是 什麼時候 他們人什麼時候來的 應該是十二月中旬 我這樣講更明白一點 雙城論壇 前 就來參加雙城論壇的人 在雙城論壇前 還沒有開始前 跟王金平吃飯 那一開始我跟王金平吃飯 就開始有大概聊天嘛 喝點酒嘛 喝一喝以後就說 不會啊 因為你 前院長你身體還不錯嘛 還很好啊 怎麼樣怎麼樣 那怎麼回事 才知道 原來有中風啊 開刀的消息傳到大陸去 這時候所說的小兔仔子是誰 這個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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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參加上海雙城論壇的層級 我講實在沒有很高 對 你沒有很高也知道王金平中風 不是 我說一句實在話嘛 你這樣大陸 我來派你來只是一個求證的任務嘛 你知道嗎 消息蛋白 陳吉 陳吉修管的 並探病 派到國務院總理嗎 派到什麼來求證 上海台辦的角色會有點特別 是因為習呆官的地方 所以他可能在職務上看起來 不是不一定很高 可是他上海台辦裡面有一些人 他有一些人是屬於習這個系統的人 所以大家在兩岸這塊裡面 其實一樣是上海台辦的人 主任副主任或者下面的人 誰是屬於習這個系統 誰不屬於習這個系統的 在這個圈子大家是知道的 所以你不要用上海台辦去看他 這個人跟過 是不是習那些 而且就是上海台辦 為什麼他的重要性跟其他台辦不一樣 其他台辦的功能主要是 照顧當地的台商或台卷 那上海台辦有個重要功能是 他有比較積極性主動性 就進入台灣做工作 我請教你一下 因為你自己說朱立倫放話 說王金平中風 我是朱立倫我放這個話 對我朱立倫有什麼好處 我聽到了是這樣 對不對 跟朱立倫碰面的企業界 我怎麼不去晃吳敦義 去跟人家講 去跟人家講 不是 因為那個企業界跟王金平很好 所以那個企業界就講了說 王金平也要選王朱沛 因為他有提到王朱沛 所以後面才會發生這一段 甚至說身體不好啦 開刀等等 這一段講話這樣出來 是因為那個企業界提到說 王也要選王朱沛 所以才會引出這一段 其實企業界王朱沛 爺爺原資經常幫朱立倫辯護 那你知不知道他有去見過蕭萬長 你知不知道 我當然不可能知道他每一個 對嘛 那你什麼事情都是回去問朱立倫的 那再引用朱立倫的話出來講 朱立倫去見了蕭萬長 蕭萬長也跟他這樣講 就是說 你的事只有在北部而已 你到中南部不怎麼樣 你還年輕 那你要不要考慮跟王金平搭檔 喔 蕭萬長這樣講 蕭萬長也有這段話 因為蕭萬長 他是說你的生在北部 你中南部 對你要不要再回去問一下朱立倫 或是朱立倫要不要否認 然後我再告訴他 這一道餐會裡面有哪些人 你幹嘛對小老弟這樣 不是啊 他一直要否認我 那我就盡量舉證嘛 對不對 不過我想知道 易夫兄 朱立倫 他在媒體他有公開講 說易夫兄講的消息來源 那他問你的時候你會怎麼回答 消息來源 我怎麼可能會跟他消息來源 我怎麼可能會跟他講消息來源 那會不會其實你自己也在製造 我在製造 不會吧 人我知道啊 我就等著看 接下來怎麼再處理就是了嘛 怎麼可能 他跟哪一個企業界碰面講什麼 企業界的人是什麼都知道啊 怎麼會不知道 只不過是人家叫我暫時把企業界的人民保密 不要去波及到企業界的人 炎之兄有沒有什麼 因為這個事情坦白說就兩個人嘛 就是朱市長跟那個企業家 兩個人在現場 那易夫哥其實他聽到這個消息 應該也轉好幾手了 我不知道他的消息是來自於哪裡 可能是企業家告訴我王院長 王院長來告訴他 或王院長告訴我 王院長沒有告訴我 或王院長告訴他的幕僚 幕僚在告訴他 或就是轉了好幾手 有沒有講過一個可能 萬一是企業家跟上一夫講怎麼辦 有可能 但是他沒有在現場嘛 我們也沒在現場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也很難去判斷 但是朱立倫朱市長的說法 他根本就不知道王院長的身體狀況 我不知道他身體狀況的情況之下 怎麼可能會去描述他中風 我覺得以他的為人 其實不太可能會 因為立委跟他講的 但是也不可能會去這樣子做 然後再來 我覺得用放話這兩個字 也不是太過分 我那天講的時候你在場 我有說放話嗎 沒有 媒體啦 媒體都說放話 我澄清一下 那是到最後出來又變放話 對不對 我那天講的時候你都在現場 我有說是朱立倫放話嗎 沒有這樣講吧 我澄清一下 就是說如果大家認為這是放話的話 我也覺得太重了一點 因為也放話感覺是要去攻擊別人 以朱立倫為人不會這樣 我認為不會 而且他跟王院長的關係也不錯 他對王院長很尊重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其實他也是破例幫王院長去修改黨章 讓他繼續當部分聚立委第一名 那時候王院長跟國民黨有官司 他也是朱主席把他取消掉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不太 人做人都不是這樣 議員上 尚先生 人做人都不是這樣 你有沒有聽到袁之兄說的 你們看到當初朱立倫 在台面上也很少講話 大家危機解密 一解出來以後才知道 哇這小子原來在後面講這麼多話 你怎麼知道台面上跟台面下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這個 如果說按照這個跟事實的 跟事實的落差是蠻大 因為王院長很健康 那不可能無緣故說你中風 或者是故意講 這個中很好查證 對 所以 你如果說 我再說一下 王院長如果中風很多人去看 都很好也知道 都很好也知道 還有一位民進黨很重的人士 也聽到這個消息 也打電話 也問過王院長你身體還好嗎 怎麼樣就說 然後就傳說你中風什麼 你看連民進黨重要的人士都會 打電話來問一下那個 王精明確實是不是這樣 那意思是說這個傳聞是 的確有傳出去啊 這個傳聞有進到情報系統裡面了 哇 那確實是有傳聞出去啊 嗯嗯嗯 來 董老師 這個朱立倫這個有點麻煩 不過這個事情對朱立倫很傷 因為過年前 我們就找劉君主劉老師 幫朱立倫也沾了一個卦 立揚州裡面有一句話就是說 朱立倫 朱立倫現在雖然聲勢不錯 但是他如果要贏的話 要取得大位的話 要經過一番苦戰 那個苦戰他講得很清楚 就是國民黨的內部 嗯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一夫講到朱立倫過去講 王精明這件事情 先不論真假與否 先不論這個到底是怎麼 你不聽我 朱立倫很容易讓人家去回想一件事情 就是剛才講到維基解密 包括當年維基解密的時候 沒辦法 因為他選總統過去的東西很容易被大家拿回來看 尤其裡面我記得有一段就是 他在跟AIT講王精品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再回去查一下 那時候說什麼 楊書帝嘛 還說什麼 反正這也不是 這是查協議 對啊 他簡直講 他講說那時候馬英九因為特別廢案 所以這個 不可能 不可能的 在競選 然後 王精明找他打黨 王主席 他現在是要選賦首了 選總統 就是說 這個 現在的注意 有沒有改變他的習慣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那麼熟 見過 但沒有那麼熟 可是你今天你要競選總統的時候 你的那個 一些分寸的拿捏 你必須要讓一般老百姓 不是 這不是只有國民黨黨內出選的問題 你要讓一般的老百姓能夠相信你 現在回來很麻煩 當年的換柱到底 是不是因為馬英九 而被擋 而被 而他自己批刮上陣 而把 王精明就 不講 不要說騙 就說前面有去找王精明 然後後面 最後一次見面就不講 就 你遇到這樣子 很難處理的事情 阻力人家當中華民國總統 這事情要怎麼處理 有的事情其實 可以體諒很難說 很難說 所以你遇到才會去 才會去 這個我也可以接受 對 因為人在江湖有時候真的很難做人 可是如果 經常是因為自己的言語之間 比如說 你去講王精明的身體好不好這件事情 或者你聽到有人這樣跟你講 你如果去講 然後講人家的年紀問題 這個 就會回到那個 劉君主的那個苦戰兩個字 為什麼 苦戰的兩個字裡面 他講的是什麼 國民黨的內部團結 就是說 朱立倫如果不能團結國民黨的內部 不管是 跟你競爭的人 反對你的人 跟你有恩怨你的人 如果你不能團結國民黨 對 國民黨沒有一定贏的喔 雖然距離那個位置很近 所以 我也不曉得說 朱立倫的苦戰第一關 現在遇到尚義夫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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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朱立倫不敢說 我跟你說 這裡有一個人 本來寫口是何博文 他比較醒 那揪手很多回合了 所以我真的沒想到 朱立倫的第一關 不是王精明是尚義夫 是 柚文在哪裡 我覺得喔 這個 王精明王院長是這樣 因為過去我在跑立法院 所以跟他算是 他人真正可以跟他說那個 壞天王 第一個 他很少會去公開 去講這樣的事情 他 會去講這樣的事情 表示他內心 大概對這個 這樣的傳統是非常不滿 第二個 大家不要忘記喔 王精明他有一個綽號 雖然這個綽號 別人不是很喜歡 他不是很喜歡 可是編成 不好意思我大多年了 四年前 讓你最想像的事情是什麼 四年前 厲害 我忘記了 我們都記了 但是你看王健常記得多清楚 對啊 你... 你... 不是吧 真的嗎 我們跑過 我們跑過王精明的新聞 博文啊 像定義委員 都知道王精明的記憶力超好的 不是他有眉毛下來 他有眉毛下來 眉毛下來 他的記憶力也超好的 他那個是活字的 活字的 我跟他出國那十天 光坐他椅子旁邊聽 就像你說的 我昨天 我前天早上吃什麼 我都忘了 他不是喔 他發生這些重大的 他有點像編年表 他一個大司機 而且... 而且... 我們那時候 他要出那本書的時候 我們訪問他的時候 他沒有小抄的耶 對啦 我的意思一定是印象太深刻了啦 他的記憶真的很好 我跟你講他... 他隨身喔 一定一本小布子 拿起來翻一翻 他的行程 那重要的memo 真的會在裡面 他... 我覺得他的意思是說 很多人這樣教他 對啦 結神祭祀齁 可是你剛剛... 你剛剛鋪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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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也太厲害 我還站著去想 四年前有什麼... 我差點想說... 馬上有四年前還在嗎 你以為有沒有讓你生氣 我這樣講 王金平 你外界稱他為僑王 他... 他雖然聽到這個字 覺得不是很高興 所以他後來僑齁 加一個木字盤 可是我... 我認為僑王這個字 我說實在啦 僑嘛 不是什麼拍照的 對 我就要講 你也知道啦 你也知道... 你在立法院齁 你有辦法朝野協商 你要讓這邊信服你 這邊也信服你 你要講究的是什麼 你要誠信啦 你如果說 我這邊講的 跟這邊講的都不一樣 你不能僑兩次 大家不會叫你公道婆 大家會把你就是... 那他有辦法去協商那麼多自行 結果他會說 我信任你 這個人說的為尊勝 所以你看很多重大 過去重大的這個朝野協商 到最後都是他... 他講了算 即使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也是如此 對 你也知道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前一陣子我看那個 陳臉扁總統他自己都講 他說 他本來想要做... 叫這個王金平做行政院長 那後來是因為 這個馬安九當然知道這個消息 趕快就... 在火車站就把他開記者會宣佈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以他... 這個王金平 他的這個長期的行... 這個從... 這個行政的風格 我認為朱立倫跟王的事情 我會比較傾向於相信 這個... 這個王金平 因為朱立倫他過去也跟我講過好多次 做好做滿 他公開跟我講過至少三次 公開喔 做好做滿 他還是跑去選總統 那我的意思是說 至少在王金平 我採訪他的紀錄裡面 還沒有過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那現在狀況回來 王金平 他應該是這所謂的五六次應該是這樣 一開始去找他 三骨茅茹 可能剛開始 確實王金平應該說 不要啦 我根本就反對 這個... 這個選這個很麻煩 可能就先推一兩次 可是到後來 因為他看到朱立倫可能去找那麼多次 他可能最後那兩次他真的是答應了 好不然就這樣 但是他一定會跟他交代說 要怎麼做 未來怎麼... 程序 程序上你要做完不完 不要再說話 他也願意配合 結果當他答應之後 確實後來就發現說 朱立倫怎麼不是照他以前 說的這樣走 所以他會覺得說 這個部分會讓他耿耿於懷 他覺得 有種被戲弄的感覺 所以這個部分 我認為如果說還原事情的真相 我會比較傾向於相信這個部分 你如果說王金平就說 從頭到尾他說 這個我都沒有說要算 後來你自己還出來這個打臉 這個朱立倫 我認為以他的行事風格 他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是是 法老師 我覺得這個王金平在玩一個說哈 就是拿... 就是兩個人 都在拿自己的誠信來當賭注 就我王金平 到底誰講的事 對 因為我講你來六四 六顧茅庫嘛 然後現在王金平 朱立倫就說沒有這回事 是王金平自己不願意 好那就要比兩個人的形象跟品牌 結果王金平是拿我這一輩子 因為我這輩子最後一仗 我拿我這輩子的信譽 來跟你朱立倫賭 就看你們要相信誰 那你朱立倫你的形象 按這對朱立倫來講 你就很傷囉 因為現在這個尚義夫 尚先生出來了 那你要怎麼樣來去 這就是對決嘛 這兩個對決 就像那個西部牛仔對決 因為王金平拿我的東西來賭了 你要不要拿你來賭 那你過去你的 就剛才講過 他包含危機解密也好 包含他的這些 你也說你誠信跟做人 對 就是我王金平我敢賭 你敢不敢賭 而且我現在已經把籌碼放在這邊了 我來誠信在這邊了 這就是說他了嘛 所以現在變成說 朱立倫你要不要跟嗎 你不跟嗎 你能不跟嗎 我籌碼在這邊 你要不要跟 你說我不跟你完了我走了 那你不要選了 那你要跟的話 你敢不敢再加碼下去 我們來找蘇院長調一下那個 官邸的錄影帶 看看有沒有擠出 哪一位蘇院長 現在的蘇院長 我變蘇院長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在官邸建的 在官邸建的 那個錄影帶 是在官邸建的 你說在 從新南路的 那個定譽委員 立法院的院長 從新南路的官邸 誰跟誰建 朱立倫不是去建的 王金平 你跟蘇院長看看 那個官邸的錄影帶 錄影帶 那時候的錄影帶 那邊會沒有備份嗎 我不曉得 朱立倫可以說 我有去 可是我不是談這事啊 這個都在比賽 公信力 不好意思 然後呢 其實朱立倫 我們去看那個換柱過程 2015年 5月16號 那一天是最後的截止日 就是登記 那時候大家都沒人登記 然後朱立倫是5月4號 去見習近平 所以說在之前 其實朱立倫一直陷入 要不要選總統的參考 為什麼呢 他的岳父高玉仁 那個時候 找了一批學者 討論這個事情 小弟我有參加 就幾乎用了一整個下午 在我們飯店 然後就是針對朱立倫 要不要出來 各方的意見 你覺得好還是不好 因為他那時候第一個 他2014年他小營 小營這個游錫坤 對 所以他出來他覺得他沒有正當性 然後他 那你大家還記得 那時候他要去 見習近平的日程 一直在改 為什麼 因為他很怕說 我去見習近平回來 例如說我去見習近平回來 我去登記 人家說原來你是跟習近平報告 習近平清訂你出來 所以他那個時候他一直在先入場考 後來他絕對並不選 所以他就先去見習近平 回來他也沒去登記 可是我認為這個 他內心的那種猶豫 其實一直在不定 他一直不定 就是他其實要不要選 他一直捉摸不定 那後來當然我們看到 黃秀柱的民調低 但他就換掉了 那你看出來就是說 其實高玉仁對於這個女婿 是非常非常的栽培 你看直到現在為止 你看前兩天2月10號 他們那個台南一中 不是那個開那個 什麼傑出校友餐會 對 那個兩個人就 高玉仁跟王靖平兩個 就很深的餘量情節 王靖平在致辭的時候 高玉仁就一直翻資料 不太想聽 然後那個王靖平敬高玉仁酒 李茂 高玉仁就一先喝了 總之王靖平在講話 他就喝酒 想草草結束 後來這個 後來這個王靖平講 你關草草結束 這不是這媒體 媒體也有報導 那很多細節 然後那個王靖平在講話的時候 就講說 我們這個朱立倫營也是要選總統 然後王靖平就說 不要講政治啦 就說這個是校友場合 可是我們知道出席很多都政治人物 那從這個朱立倫目擊看起來 高玉仁對於這位女婿 她是疼愛有加 而且據以後望 看重 那我覺得這一次王靖平 我不曉得是因為2月10號 王靖平覺得被高玉仁打臉了 就第二天就暴露了這個 什麼六次拜訪說 我不曉得是不是受刺激太大了 不過看起來就是兩個人現在 其實這種也可以說是直接對決了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如果以高玉仁對於王靖平的 對朱立倫的這種愛護之情 我覺得這一次是他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他沒有辦法 沒有不可能退出 所以那個對立可能會越來越激烈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朱立倫如果你不 陳實以對嘛 你就說對啦 我有去拜託 我有去拜託那個王靖平 那後來你知道我自己也可能想選 或者我有誰的壓力 或者我覺得捨我其誰 你就交代就好了嘛 你現在又說我們完全沒有 那就會把這個事情越 越吵越擰 而且會變成大家越想知道那個答案 真的啦有可能真的我們 上先生就會掉入影帶 也有可能 他那個門口警衛 對不對 那可能還有存檔 那都說你就變成白口默辯 那就會更讓大家覺得 你朱立倫似乎是一個誠信不夠 或者是雙面人 或者說一套做一套 這個東西我覺得對他的形象是不好 因為說為什麼說誠信還有做人 因為我有特別看王院長 王院長說他來找我選總統 我有說我願意啊 可是最後他是他去選啊 而且我沒有被告知 沒有需要再找你來參選的事情 我沒有要叫你選啊 也沒有做人怎麼 朱立倫有一個好的說法 朱立倫就說 對啦我要去拜託王近平選總統 大家看看那團就不會贏 難怪的事情我來當 其實你就誠實 誠實跟動機是這樣 然後你就說我很對不起 他現在最大問題 你不誠實以後什麼動機都不要講了 你一旦誠實你可以解釋得很合理 那朱立倫以前到現在 那為什麼朱立倫不這樣做呢 那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就是習慣 人到那個年紀習慣難改 原則需要我補充等一下好不好 華建一個公國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的節目是6點 我們現在錄的時間其實是大概晚上7點鐘 那剛剛王定宇王委員說 其實現在機師退出的已經 我們得到最後的數字79嘛 那還說是747的機隊機師 後來現在發現就在我們聊天的當下 已經增加到91個 而且後來來領的都是A350機隊的機師 而且這個是工會那邊來講說 現在幾個 你說幾個 90個 我們現在應該要打拼了 因為剛才其實消息是之前的91個 那還有人陸續回來拿 不停嘛 所以今天有可能會有將近百位以上 上下的機師 慢慢會散掉 去拿回自己的這個政見 回到機隊 而且回去之後就排班表 準備上班了 就開始開飛機了 來 袁志兄不好意思你剛剛要補充 沒有沒有 袁志兄現在大家討論的基礎 都是比較相信王金平 因為現在坦白說還是在一個各說各話階段 王金平覺得朱立倫有叫他選 但是新郎不是他 但朱立倫這邊就是講說 王金平他沒有表達要選的意願 所以後來才會自己上場 但現在到底是實際上是怎麼樣 我覺得大家現在都不知道 因為一定要當事人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看 是誰講的比較正確 還原事情的真相 我個人覺得朱立倫根本沒有必要 要去耍王金平 第一個 第一個這不是事實真相 這是你的推論 我現在就推論 因為剛剛大家都在推論 剛剛大家都是在推論 第一個為什麼 因為朱立倫其實就是希望王金平出來選總統 那在洪秀柱出來之前 朱立倫的確是一直拜託王金平 那王金平那時候也都是沒有答應 而且洪秀柱出來之前 洪秀柱說他一耶耶 對 朱立倫還請洪秀柱 你再去問一下王金平 他要不要出來 那是領表的時候 初選的時候 所以初選之前 的確朱立倫是希望王金平出來的 這個是沒有疑義的 那提名洪秀柱之後 要把洪秀柱換掉 到底朱立倫是不是有跟王金平講說 好我把柱換掉之後要換你上場 這不問我 大家現在各說各話 可是我們可以 從周邊的人的講話來拼湊一下 大家都 第一個我認為 朱立倫沒那麼無聊 如果我自己要上陣的話 我幹嘛跑去刷你王金平 我要叫你 結果跑我自己 他沒有必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易富哥會講說 他本來要答應王金平 可是因為馬英九從中作梗 所以後來他沒有去 那這也不是朱立倫誠性問題 再來馬英九怎麼說呢 馬英九說他根本沒有介入 他今天說他不知道 今天才知道這個事 對他不知道 所以我們從這整件事情來看 綜合大家的說法 實際上各位觀眾可以做一個判斷 那我身為一個國民黨的基層黨員 其實我看到今天走到這一步 其實是覺得蠻遺憾 就是說王金平他王院長 我們都很尊敬他 但是他為什麼忽然間去提這段往事 按照易富哥的說法 按照剛剛范老師的推論 就是他對朱市長很不爽 然後加上現在兩個人 又成為總統的競爭者 所以故意把這個事情挖出來 但是把這個事情挖出來 到底是傷害誰 其實就是傷害國民黨 因為換柱在四年前 大家都會覺得是一件很 對國民黨很傷害的事情 那王院長也把他拿出來講 那之前的吳主席也把他拿出來講 那大家都拿出來講 實際上講這件事情最有資格的是誰 是洪秀柱 是前主席 他都已經跟朱立倫 他都覺得這個事情不能全部怪朱立倫 他被換的喔 可是他現在挺朱立倫 他挺朱立倫 你有挺朱立倫嗎 沒有嗎 他只是化解而已 有挺朱立倫嗎 他有公開說我支持朱立倫 他有講過說 這個事情不能怪朱立倫 他有他的苦衷 他有他的苦衷 而且他也說 他也有拜託王金平出來 王金平贏啊 那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現在大家講的好像 哇四年前我要去參選 這是一個多麼榮譽 多麼可以這個變成英雄的一戰 可是大家四年前 王院長有沒有公開說過 我就是要選 完全沒有嘛 那有沒有拜託他友好的立委 或者是友好的像一夫哥出來講說 我想選 也沒有 如果他四年前像今天 現在這樣表態 那就是他了啊 那我覺得 我覺得說真的 四年前那一戰 其實是國民黨 因為那是政治 你還是要學一些 我有學啦 我說這一件事情 你說洪秀柱去問他一 那是初選前 我們現在談的是換柱 我知道 換柱 我剛剛有講回事 第二件事情 換柱還沒換完 還沒有換 然後他王金明公開站出來說 我要選 那提名人還在啊 這合道理嗎 不是 政治不是這樣玩的好不好 他也可以表達 他也可以表達 表達說 各位換柱我要出來選了嗎 那個時候 沒有 因為不是政治不是這樣 很多人 如果他有這個意願 講的真的是政治的小學生在講的話 風聲會出來嘛 因為如果他真的有意願的話 他周邊的人就會 就像一夫哥你會知道 都秘秘一樣 這個風聲就會出來了 回到當時的氛圍 對啊 當時在換柱 然後還有沒有印象 洪秀柱拿不出錢來選舉了 還去跟中央黨部借錢 後來這筆錢好像就 聲鼠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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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個時候要換柱 連朱立倫都隱藏住 他不是要自己選 王金明如果被徵詢 當然一定要 這基本的社會倫理 一定要當事人 洪秀柱下來了 才有他表態的機會 沒有人會在那個當下說 快點問做一個 說我要選 那成敗的罪人 就會變成王金明 所以這個邏輯上來看好了 其實我想要表達 我還是建議朱立倫 就去承認說 我有拜訪他六次 王院長 現在不會有了 現在又說就算了 這個局勢不好 所以我要來搭 可以誠實面對 理由候補 這樣會比較好一些 理由候補 國市長就說他沒有去 王金明就沒有表達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有 沒有 我都調出來的事 我跟你講 我覺得最可以調的 路影帶 就是 2011選完了 那時候那個 台北會館 朱立倫去找王金明的那個 袋子調出來看 有沒有去找 因為我現在就住在台北會館 對啊 去找過看有沒有 是 是 醫護長 請教你一下 你說有企業家說 後來才知道說 朱立倫放話說那個 王院長他中風 那企業家有可能後來會被知道嗎 他會站出來講嗎 基本上不願意把那個企業家扯出來 那個企業家其實跟王也非常好 也不願意讓他受傷 這位企業家知名嗎 非常有名 不然怎麼叫企業界大佬 當然有名 可以知道他是做什麼行業嗎 大佬做什麼行業 那我怎麼會講 曾經是他們那個業界的 工會的理事長 這樣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了 這樣就不多了 很容易伏資欲出 現在還是台面上人物嗎 當然是台面上人物 但是他當然是不能講出來 他現在好像身分裡面 是不是還有理事長 還是什麼 因為他站出來 他站出來說 還要偏偶像 說一下主力就到了 他曾經是他們產業工會的理事長 這樣就還蠻確定的 不好意思 黃老師要補充一下 我覺得原資念有提到 他說 朱毅倫的時候出來選總統 他說是上刀山 不是上花轎 這就我覺得蠻傳神的 那現在就是說 他是不是真的是上刀山 還是他本來就想上花轎 或者他會 因為上刀山是被迫的 我也不想選 我是等於是 花轎是好像更的 對 上花轎是我有這個意願 但是會不會 新天院就不解釋清楚 就是變 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主要人是想選 只是因為2014年選不好 他沒有正當性 對 那他可能就不出來 很多人也不出來 後來就是洪秀柱 或許現在就很多 會有很多陰謀論出來 所以你只是因為不好意思出來 然後洪秀柱 他可能也會料到洪秀柱這種 比較深藍的 可能民調也不會高 或者他可能早就 或者他去了北京回來之後 所以我發覺說 其實他也還是心有不甘 也想找機會 那剛剛洪秀柱 民調不高 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他本來色彩就是如此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那個陰謀 或者你有那個規劃 有那個鋪陳 這樣你就不要跟他們 對 然後你現在 所以我覺得 王金平意思就是說 那如果你本來就是 就是有這個規劃 那你來拜訪我幹嘛 是是是 而且我還答應 我還答應你 那你根本就是 王金平 你不讓我選也沒有 最後也不跟我講 你也不跟我講 你出來選 你也不跟我道個歉 然後現在就說 我根本就好像裝無辜 那王金平我們知道 他寫的書叫喬 因為我抱歉 我插個話 如果這個事情 就是說各說各話 到最後那些人 大家瘋起來 你聽嗎 你一定有一個人說白菜 對 這兩個人一定有一個人 那個白菜的人 我一定撞不住 你有什麼這麼白菜 我一定要證明他白菜 對 那我們知道王金平 他很會喬 學術書叫喬 他過程說喬人家 就是被朱立倫給喬 所以被喬的感覺不好 對 朱立倫也很會喬 所以你喬 黃金平也激壓得下去嗎 你從這件事就知道喬 要有誠信 你跟朱立倫喬這一次 就破絕了 對啊 所以你沒有誠信的人 怎麼去喬 你要有誠信的人 才有辦法喬 不然你怎麼去幫人家 你知道王金平 他就說到賠了 是不是說到賠了 他如果說 我轉述你的話 跟他講都不一樣 或者答應你的條件都沒做到 那到最後怎麼喬 其實以王金平的個性 我們知道 說實在 他很早 我其實沒看過他生氣 即便是馬王真的說真的時候 我看他也沒對王馬英九惡言 我那天看到他去拜王馬英九 我實在覺得有比較配合 說實在 我真的配武的無敵投資 所以政治 有時候 對 你在看政治人物 你說你在處理這些很難的事情的時候 對 有時候你不是去跟對方爭 爭那個是非對錯 不是這個東西 嗯 其實你有那個政治智慧 你要那個成熟的幫你 對 不是 你要把那個節打開 不是把那個節越綁越緊 不是 你不用 我問講 當年 那你現在是覺得朱立倫是 越節越開還是把他綁起來 因為你要爭一個yes or no 那你就會很麻煩 所以我一直講說 朱立倫的話代表國民黨 他必須要能夠成為一個團結的象徵 好 那你團結的象徵 王建民在 王建民在光晴恩受訪的時候 談到一段往事 朱立倫在第一時間可以有很多做法 比如說第一個時間 朱立倫拿起電話 打給王建民王院長 跟他講一下 當年那個事情怎麼樣 你如果做這個動作 王建民畫面還會做動作嗎 不會有 對 就是說 我現在講這個事情 對朱立倫來講 還能怎麼樣我不知道 就是說 因為你要選人總統 不是選新別的市長 你要怎麼去做 你才能夠展現第一個高度 不一定是在爭那個事情本身的對錯 你可能有講了一些 你聽到的話 不一定有講也不一定沒講 但是你要怎麼做 你才能夠讓人家覺得 你可以領導這個國家 那你在那裡就說我沒有講 我怎麼樣 我跟你講 當年那一場裡面 我如果真的沒講 你真贏了你也分裂了 你真贏了你也內傷了 他要吞下去 所以這個時候處理的事情 不是直接去處理內建的事情 事情不在大小 關鍵在態度 這事情沒什麼大的 你大可以說 那時候馬英九反對 那我只能臨為壽命 可是馬英九今天也在切割 馬英九說我不知道 我相信馬英九當然也不樂見王金平 所以你現在被這個梗已經破掉了 那現在被人說你要怎麼去 我覺得是這樣 王金平如果 其實政治都是戲 王金平今天會拿書去給馬英九 表示什麼 表示我這個人是不記仇的人 即便你馬英九怎麼弄我 我還是以理相待 如果是一個不記仇的人 卻還記得三年前這件事情 四年前 那請問是我王金平說謊 還是你朱立倫說的 他就是要 他就在展現 就是我是一個雍容大度的人 我都還記得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在我內心當中的傷疤 是很深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在做 這是一個角度 另外一個角度是 那個馬英九成立基金會的時候 邀請王金平 就王金平跟我跑到土耳其 我們兩個一起飛出去了 那這次會送書給他是因為 你不是我下個階段競爭的對手 朱立倫 你是我下個階段競爭的對手 所以這個動作背後還有這個意涵 所以很多人講說 王金平是不是一個會堅持人 叫貴起看他的個性 他不是那種堅持到底的個性的人 也因為這個認知或者錯覺 大家都覺得說 王金平苗大 苗小重大 意思就是說 你要說要算 到時候最起碼有副總統可以選 不要再說了好不好 你看這個是算 這個是算到底 你說我沒有夠差 以前這個印象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不然是吳敦毅朱立倫 他們心裡有一個想像 王金平不是一個會堅持到底的人 所以王金平現在做這個動作 是要告訴社會各界 我是不會爭到 爭到 所以雙方都在討厭講 那個其實在鬥招而已 這鬥招當中 其實原則會就跟朱立倫講 剛才講那個真的是 黃毅大哥講的是智慧 有些態度折出來 不要去爭辯有沒有 因為那可能很好查證 沒有 剛才那個東豪講到說 朱立倫苦戰的問題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注意看王金平跟吳敦毅 幾乎2020年大概都是 都是最後的戰役 都是最後的戰役 那如果初選是朱立倫通過 其實也不用大家太揣測說 王就不會幫朱這件事 我跟你講真的不用太揣測 我舉一個例子 朱立倫 如果他沒有選他還是會幫朱就對了 你看馬英九在選總統的時候 當初王金平也要選嘛 也競爭過嘛 然後也搞得不是很愉快嘛 那時候國會也好 兩個人不愉快 但是呢 然後馬英九拜託那個找了那個 詹聰博當時的他的總幹事 還是名字吧 去見王金平 拜託王金平約幫 馬英九約南部的一貫道的陳道姑 王金平照約 禮拜六的形成cancer 陪著馬英九去見陳道姑 不是不會幫忙 所以要說王金平 就是我曾經也是在節目講過 因為在至少他是把公開這件事情講出來 否則的話 如果他是說今天找一個人 去外面放一下 講放一下這個話 講一下這個事情去督你朱立倫一刀 那一邊找個媒體記者那邊放一下話 去督你一刀的話 朱立倫更難過 朱立倫會更難過 你連去找誰解釋你都不知道 你只有白蒙哀的 至少王金平還是公開講出來 這就好像 其實這還算是好事 這好像有人去講什麼 高雄市的市長前官邸裡面收出一百萬一樣 夭壽的黨兄 不知道要怎麼辦 至少他是公開講出來的 要沒辦法 好 那因為我是這樣講 因為我是看新聞 洪秀柱說 那領表前有去找朱立倫 朱立倫說你去找王金平 然後他說因為我跟王金平講好了 好 所以洪秀柱就去跑了找了王金平 結果他說王金平的EAA 要算不算的EAA 所以他才 他說這一段他發誓還有講 這個是完全之真的 對 洪秀柱講的是實話 對 然後他才很氣 就是說你男人 都不帶種 所以他就出來選 那我為什麼說判斷說他站到朱那一邊 因為他支持全民調 因為全民調是他被 因為全民調後才可以把朱再換掉 換韓國瑜 就算全民調洪出來的時候 朱也可以把他換掉 你這樣說我真的沒辦法 國民黨有什麼換人的規則呢 唯一創下的例子就是朱立倫 第一他主張全民調 朱立倫也主張全民調 第二他認為七月份太晚 這跟朱立倫的論調是一樣的 再來 他又說朱立倫真可憐 那時候把我換掉 他剩兩三個月 顯得好辛苦 他又聽他說話了 他真可憐了 我講說洪秀柱講的那段是事實 因為 是不是朱立倫叫他去我不知道 洪秀柱確實有去找過王塔 當時王有一個問題 就是還在遊說他老婆點頭 他老婆那時候死不答應 就我也講過 他老婆甚至於王靜民找了一個人 要去跟他老婆遊說 約好的時間什麼 時間快到了時候他老婆跑出去了 我知道你有說 所以那時候你也說 他老婆還沒有遊說王 那洪秀柱講的是事實 他確實去找過王靜民 談過這是事實 王靜民那時候正在遊說他老婆 他老婆還沒有點頭 所以那時候他也不能說yes 到最後沒有去登記 完全是他老婆 真的是強力反對 洪秀柱很可愛 他說我手抓這是真的 其實你回去跟那個朱立仁講一下 你要說我手抓 我說的都是 沒有沒有 洪秀柱講的這段是 確實是存在的 確實是存在的 好 那這談到國民黨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韓國瑜啊 他接受鏡周刊的專訪 請大家看一下 他說兩岸他要做到 你農我農 你農我農 這裡比較有學問 是那個 是那個煥老師在博士 我們要請教你什麼 你農我農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VCR 過完年了 兩岸發展我用你農我農 把兩岸關係講得肉麻稀稀 韓國瑜不怕你停不下去 你農我 我們互相生愛對方 或者換手抓養 你養我幫你抓 我養你幫我抓 網友大酸這叫政治零分嗎 真是高雄夢想家 抓養用飛彈打厲害了你的我 韓國瑜搶兩岸話語權 還酸了柯P的兩岸一加七 我一定是不否定柯P的兩岸一加七 但是我要講我跟他不一樣 事實上把兩岸一加七 講得很高很高 我心裡面就是偷偷的笑 不然偷笑什麼 是窃喜還是 我不曉得什麼意思 你說兩岸一加七比較親 還是你農我農比較親 我覺得你農我農更親 那有可能 現在兩岸關係也不是 突然你說你農我農 然後大酵說你農我農 這個沒那麼容易 講個兩岸一加七 我就被K到滿頭包了 但是有的人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兩岸一加七 也不喜歡你農我農 所以我希望兩千三百萬 民眾要很清楚 兩岸問題 是中華民國 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無論一加七還是你農我農 北高市長談的兩岸關係 其實說到底 都是總統職權 韓國瑜還主動開戰場 嗆小一 蔡英文總統現在把九二公司拋了 你要什麼 要不要直接獨立 你就獨立一把給我們看 蔡總統的立場是很一致的 我也想韓市長他也說過了 他練成了龜習大法 可以上山打老虎 那我們希望他能夠趕快回去 轉心市政 把漢飛彈對準台灣的對岸 大談你農我農 難怪民眾要問 韓市長難不成都拿武器談感情 來 范老師 你農我農是一首歌 老歌 年輕人可能不太知道 他的農大概是 他比兩岸一家親還親 對 但是台灣人可能有人認為 農是長農包那個農 法言長農 不是好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講你農我農 當然我必想韓國瑜也在閃避 閃避一些 他講的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歌詞 然後有情意 情分的感覺 但是習近平今天已經講了 互相深愛對方希望白頭到老 對啊 那請問你可不可以 我是覺得 其實現在 因為中美的這個貿易大戰各方面 其實我覺得 好像已經沒有太多這種灰色空間 所以到底你特別是 我想你要如果 當然韓國瑜他是市長 如果他想選總統 那種東西可能就很難再閃避了 他講的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歌詞 然後是一個小有情意 情分的感覺 但是習近平今天已經講了嘛 互相深愛對方希望白頭到老 對啊 那請問你可不可以 我是覺得 其實現在 因為中美的這個貿易大戰各方面 其實我覺得 好像已經沒有太多這種灰色空間了 就到底你特別是 我想你要如果 當然韓國瑜他是市長 如果他想選總統 那種東西可能就很難再閃避了 例如說 你要怎麼弄 就剛才講過中共對台灣的飛彈部署 九二共識 然後九二共識 已經被習近平在今年1月2號 把他載化成一國兩制了 那香港 我們看到最近的所有的行為 包含香港什麼國旗法 國歌法 你不唱國歌 你褻獨國旗 要判三年 請問一下 香港已經沒有一國兩制了 那連一國兩制 台灣民眾又不喜歡 你看這兩天這個郭文貴爆料 中共國家安全委員會 他的紅核文件 怎麼樣去滲透香港 怎麼樣去掌握香港 那個根本就是公然的 所以我必須要講 你農我農 難道就是要把台灣香港化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 再去談這些東西 其實會讓很多人質疑 但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柯文哲這兩天也在做改變 柯文哲你看他就 他就有點回到 就是有點在跟韓國瑜 做某種的這種切割 比如說他認為說 你太統了 太向中共示好了 你看他這兩天他見誰 他見李登輝 所以柯文哲也在做某種搖擺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韓國瑜當然 我覺得他做一個地方首長 他或許他接下來 他才上三月份要去對岸訪問 那我們就想要看看說 你到底能不能夠帶來一些 什麼樣具體的東西 但是這個可能還是他真正考驗的開始 不過我請教一下這個王委員 韓國瑜說 蔡政府掌握行政跟立法權 既不要九二共識也不敢台獨 又不承認中華民國也不要台灣獨立共和國 那到底要什麼呢 他說一講完就懂了 原來小英只要全力 他的邏輯都跳躍的 我先講他 他喜歡舉這些老的例子 你農我農 我英雄是我台幼稚園的心裡掛 就像最近我看一個網友講說 他們愛和那個金銀河 有一個壓軸的表演節目 演那個炎熙那個叫什麼 炎熙攻略嘛 炎熙攻略 白冰冰演炎熙攻略 所以網友就崩潰著說 魏英若已經死了 那附衡不知道我要找誰來演 所以他喜歡舉那些老例子 但是老例子不是不好 每個年代有每年代價值 但有些東西按著邏輯來 在台獨 在擁抱中華民國 甚至於主張統一 在台灣都是主張的自由 主張的自由 不是用來像中共表態媚共用的 這種 你有覺得大家一直打擊嗎 對啊 一直加碼嘛 加碼給中國看嘛 演戲攻略嘛 演戲攻略嘛 白冰冰演演戲攻略 所以網友就崩潰著說 魏英若已經死了 那附衡不知道我要找誰來演 所以他喜歡舉那些老例子 但是老例子不是不好 每個年代有每年的價值 但有些東西按著邏輯來 在台獨 在擁抱中華民國 甚至於主張統一 在台灣都是主張的自由 主張的自由 不是用來像中共表態媚共用的 你有覺得大家一直打擊嗎 對啊 一直加碼嘛 加碼給中國看嘛 就是說這個東西 是人民的表態 人民的選擇 不是政客拿來當玩具 來獻佳搖一樣 第二個 在所謂的 蔡英文不要中華民國 蔡英文現在是中華民國總統 國軍也認知到 他是有史以來總統最重視國防的 保護這2300萬人的安全 而這2300萬人住在台灣 現在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 他不隸屬北京 不屬於中共管轄 這個是一個現況描述 所以在韓國瑜的九二共識 跟台獨之間 其實還有一塊 叫做不被中共統治下2300萬人 那我最後補一句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一直幫中共解釋 九二共識呢 習近平講得很清楚 九二共識就是一中 而落實一中的方法叫一國兩制 人家最大的老闆都講那麼清楚了 只有這些老闆下面的 沒有九二共識還是要各表 沒有 沒有各表的東西 你幫他擦字膜本代表什麼 你現在選前說政治0分 金金100分 我到今天為止 我看到他弄的 我還沒看到他弄市政你知道嗎 你太認真了 你那麼認真 就像韓國瑜講這些 韓國瑜 韓國瑜會紅到現在 就是因為不要那麼認真 你如果注意一件事情 國民黨以後的內部團結 會是一個障礙 哪一天不要陳喬斌變紅毛加深 在國民黨處的先生首長 去年這些新規裡面 只有韓國瑜一直保持話語權 他的話語權永遠挑兩岸 就是他兩岸主張什麼不重要 他兩岸匯略誰不重要 國民黨要選總統人的話語權 曝光度都不如韓國瑜 這個比較厲害 他真的會給他算嗎 那個浪一直在滾 好嗎 我要選擇